哎呦 過年到了 祝大家新春快樂 中國人怕鬼 記者也怕鬼 大家新春出遊的時候 有到某些地點去的時候 千萬要注意 因為為什麼 在我採訪的過程中 有一個地點讓我印象深刻 那就是台北市的大汗溪 大汗溪的故事可不少啦 前幾年 有一次我去大汗溪採訪一個跳河事件 這個跳河事件相當令人匪夷所思 當地的新海派出所 有一天接獲報案 哦 實際通電話 就機車騎士在行津的大汗橋上面的 機車道的時候 看到一個男子 從這個河上 就靠著這個護欄 就咻 一眾而下 他就啵 就掉到水裡去 好 這時候警方趕快找這個消防隊的人 去搜救 可是找了十幾天之後 都毫無所獲 可是咧 有一天 突然間在河面上搜尋的這個消防隊員 小汽艇全部故障 咦 故障怎麼辦 他們總不能飄在河中間吧 於是他們就叫年輕隊員 用手滑 準備一邊滑一邊搜救 結果就有個小隊員 這樣一滑的時候 卡到一個重重的東西 然後他就下手去撈 一撈起來 哇 竟然是個沒有頭的屍體 就是沒有頭 警方去查驗了這身分之後 完全沒有結果 也不能確定是不是從河上跳下來這個人 所以這案子就無疾而終 可是就在整整一年後 新海派遣所又接到一堆報案電話 又是很多機車騎士報案說 我們剛剛行經這個橋上的時候 又看到一個男生 就從欄杆上跨越之後 就跳下去 這時候一樣 新北消防局又大動員 找了好多好多人去搜救 然後搜救一個禮拜 都沒有消息 但是問題是他們沒有放棄 所以就找了 他們具有特種搜救隊能力的人 開著橡皮艇在河面上來回搜尋 還是用這五爪鉤拖著河面 看能不能撈到東西 結果不巧 又跟一年前發生同樣的事情 河面上的小頂突然 所有這個馬達全部壞掉 但是這時候他們心裡沒有警覺 然後這時候就有個小隊員 就拿著他的槳 慢慢的滑在河中間找屍體 然後順便一隻手拿著五爪鉤 往河裡撈撈撈 突然間卡到一個東西 不是魚 也不是卡到地 然後他用力覺得說有個重物 拉拉拉拉拉拉拉起來之後 阿娘 喂 頭顱啦 一個頭顱啊 那隊員嚇死了 然後馬上送去給警方見識 但是因為上面還留有一點點的DNA 所以一比對 竟然是一年前那一位跳河者的頭顱 但是上個禮拜跳河的那個男的呢 那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還沒發現他的聲音 警銷也都無疾而終 所以大家去大汗溪玩的時候 千萬要小心